大家好,我是燕陽 我們來快速看一下11月28號 N社終於公佈我們2022到2023的社群日大集結活動了 以下資訊,我們來看一下吧 親愛的訓練家們,本活動即將結束 是時候來回顧哪些跟我們一起同樂過的社群日了 如果你之前抽過哪個社群日呢 現在就是你跟上進度的好機會 這次的社群日將會分為兩天了 分別就是我們的12月16號星期六 跟我們12月17號星期天 社群日活動的主角寶可夢 會在地獄章當中出現的機率將會有所提高 以及2022年活動主角寶可夢 可以透過孵蛋的方式可以有機會孵到 而且也會出現在團體戰跟洩水調查當中一起出現 一起來捕捉曾經錯過的社群日寶可夢吧 用最棒的方式幫今年畫下完美的句點 好,我們來看一下活動獎勵加碼內容的部分 捕捉寶可夢的詞獲得的經驗值加倍 以及捕捉寶可夢獲得的星星沙子加倍 在活動期間放入孵化劑的蛋呢 孵蛋公里數將會輸入減微二分之一 捕捉寶可夢獲得的糖果加倍 31等以上的訓人家捕捉寶可夢獲得XL糖的機率加倍了 活動期間使用誘餌模組延長3小時 活動時間使用薰香不包含散步小曲香的活動 延長時間將會變3小時 訓人家可以額外進行一次特殊的交換 單日最高上限為2次 活動期間呢交換寶可夢所需要的星星沙子減半 好,我們來看一下12月16號的社群日寶可夢 有我們的呆呆獸還有我們的呆呆獸加勒爾形態 跟我們的波克雞骨哈利素還有火狐狸翁服 登場時間是下午2點到5點 好,以及12月17號開放我們的社群日寶可夢 有我們的溫香蝌蚪、烏波還有帕迪亞烏波 搬運小將芽芽、呆呆砲砲蛙、牆耳積蟲 如果你夠幸運的話呢 在這兩天內呢 還有小火龍、金尼龜、蜜莉羊、小山豬跟幼吉拉斯 這些都是這個年度的經典社群日寶可夢 運氣好一樣有機會可以挑戰他們的色違囉 團體戰的部分在活動期間內呢 一樣有我們的復刻一星團體戰 有我們的穿山鼠跟我們的阿羅拉穿山鼠樣子 小磚石阿羅拉形態跟我們的劍子草、熊寶寶 蛇文熊、海豹球、母克兒還有石丸子、燭光靈、單手龍、紅藕熊 在活動期間內呢 可以獲得2022年社群索爾寶可夢的蛋啊 可以從2公里蛋服出 欸就是說2公里蛋這樣子再加成加1.2的話 其實是蠻好服的 分別有我們的穿山鼠還有阿羅拉形態的穿山鼠跟我們的小拳石 阿羅拉形態還有劍之草、熊寶寶、蛇文熊、海豹熊、克兒、石丸子、燭光靈、單手龍、銅耳熊 在台灣時間12月16號星期六呢 早上9點到12月17號的星期天晚上9點 進化以下的寶可夢就可以獲得他的特殊招式啦 除了月月熊以外這個要特別記一下啦 噴火龍 只要在活動時間內讓我們的火口龍進化到噴火龍的話呢 就有機會獲得爆炸烈焰 還可以順便獲得一般招式龍襲囉 水劍龜的部分呢 一樣從卡米龜進化到我們的水劍龜呢 就可以獲得加龍水砲 讓穿山鼠進化到穿山王呢 就可以取得特殊招式暗襲藥 阿羅拉穿山鼠的部分進化之後呢 可以獲得暗影爪 讓我們的阿羅拉龍龍石呢 進化到阿羅拉龍龍岩呢 就可以有機會獲得一般招式滾動啦 好以及讓我們的蚊香君呢 蚊香君進化到我們的蚊香勇士 就可以機會獲得他的一般招式雙倍鳳凰 我們讓各種型態的呆呆獸進化呢 都分別可以獲得額外的鑑定招式衝浪啦 我們讓蚊香進化成電龍呢 就可以獲得龍之波動 我們讓蚊香君進化成蚊香蛙王呢 就可以洗得特殊招式冰凍光束 讓我們的劍子花進化成劍子綿呢 就可以洗得特殊招式雜技 讓我們的烏波進化成澡王呢 則會洗得特殊招式水流尾 接著讓沙基拉斯進化成班吉拉斯呢 就可以獲得特殊招式 脊弱 只要讓海摩斯進化成地牙海獅呢 就可以洗得氣血 和特殊招式冰錐啦 讓母克鳥進化成母克伊呢 則可以獲得一般招式起風 讓我們的波克雞骨呢 進化成波克雞絲呢 則可以獲得特殊招式波導彈 夏亞豬的部分呢 讓長毛豬進化就可以獲得原始之力 讓我們的地蔓岩進化成旁岩怪呢 就可以獲得他的招式流星光束 讓我們的鐵骨土人進化成修建老將呢 就可以獲得皇武揮打 燈火幽靈進化成水晶燈火靈呢 則可以獲得特殊招式 靈騷 讓我們的輔牙龍進化成雙輔戰龍呢 則可以獲得特殊招式 廣慾破壞 雙手暴龍進化成三手惡龍呢 則是可以獲得我們的皇武揮打 讓胖胖哈利進化成布里卡龍呢 則可以獲得瘋狂食物 讓長尾火龍呢 進化成妖火洪湖呢 則是可以獲得爆炸烈焰 我們最喜歡的賈赫人蛙呢 讓我們的瓜頭蛙進化成賈赫人蛙呢 則可以獲得佳龍水炮 讓光浮進化成櫻波龍呢 則可以獲得特殊招式 爆櫻波 讓我們電蟲堡進化之後呢 變成了秋農砲蟲呢 就可以獲得他的招式伏特替換了 相同狀況下呢 讓我們的強惡基母蟲進化成電蟲堡呢 也能學會伏特替換哦 穿著熊 讓童偶熊進化成穿著熊呢 則是會獲得吸取拳 讓植充熊跟蛇文熊加熱的形態 而進化成毒藍熊之後呢 可以獲得我們的藍毒 在活動期間內 讓我們的圈圈熊進化成月月熊呢 就可以獲得他的特殊招式 10萬馬力囉 圈圈熊進化成月月熊的時間呢 他分別是從12月16號下午2點 到12月17號的晚上6點 以及12月17號的下午2點 到12月17號的晚上9點 時間要特別注意一下 好 讓烏波進化成土王呢 只是可以獲得我們超級角級啦 當然我們的大雜惠社群日了 只要花費1美元就可以獲得特殊調查活動啦 這個特別注意一下啦 現實調查的部分呢 只要完成現實調查的部分 就可以獲得王者執政 還有磁鐵幼兒模組 以及2022跟2023主角寶可夢相遇的機會 前夜調查的部分呢 就是我們會有我們2023年的社群日主角寶可夢 好啦以上就是我們整個12月的大雜惠社群日的內容 這個時間呢其實也蠻快的 可以在這個活動時間開始前呢 把自己的包包好好的整理一下 檢查一下過去社群日寶可夢有沒有哪些高IV的部分 有補考到還沒有進化的呢 記得把它特別註記起來 當天呢進化上去 縱使是湊過的呢 也不要灰心 因為恩色會不斷的複刻複刻 再複刻 會湊過各種的經典來去做活動回歸 也不要讓自己有太大的壓力啦 就是針對你自己最主力的寶可夢 全力去衝刺就對了 好 以上就是我要記得跟大家分享的內容啦 分享一點小知識 讓你的Pokémon GO更有趣 我是艷陽 祝福你多一個愉快的社群日囉 我們下次見